放了四天假 準備回到工作崗位 心情好差喔 但餐飲業者要幫上班族打打氣 先生你的咖啡好了 上班加油 Monday Blue不厭世 先巴克限定26日上午11點到晚上8點 特大杯飲品買一送一 另外四大超商也祭出開工咖啡優惠要搶客 同一超商行動隨時取咖啡買五送二 萊爾富美式咖啡買八送五 OK Mart大杯咖啡買二送一 全家則是大杯單品咖啡同品相兩杯五酒折 買越多越優惠 但這種小確幸只能短暫療癒一下 不少民眾聽到上班兩個字臉都垮了 上班本次就是讓人疲倦的事情 每天做重複的工作 然後或者是說跟同事之間 有時候可能在溝通上會有一些問題的話 這也會讓我有一點職業倦怠 如果你上班一條蟲下班一條龍 小心可能就是職業倦怠 要是出現像是長時間感到心累身心俱疲 無助或是對工作感到困惑有潰敗感 自我懷疑對工作出現拖延就得注意了 或者職業上的障礙或是人際關係障礙 醫生建議要減少職業倦怠 首先必須吃的營養睡眠充足 另外重新設定工作目標不要太好高物遠 以及尋求同事長官一起溝通給予建議 都是不錯的方式 只要適時放鬆保持好心情 找到生活和職場之間的平衡 就能減少倦怠讓工作也更有效率 這有黃明鈞楊宗彥 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